執政班年最後一天上班 馬總統依然沒有鬆懈 或許今天行程滿檔 還特地起個大早7點半 就進入總統府 任期最後一天 馬總統也要坐好坐滿 白天接見特使團壽薰 晚上還要到圓山飯店 宴請外賓 中間控檔也沒閒著 未公開行程排得滿滿滿 但卻有件事情 割了四年懸額未決 8月19號的 有8月8日 2012年總統大選 馬英九走遍全台 除了贏得明星外 還受粉絲之托 帶回來上萬頂競選帽 等著總統簽名 沒想到因為國務繁忙 簽了幾頂後就不了了之 直到最近幕僚提醒 問到是否需要戴簽 馬總統卻深回一句 不想會造文書 但520後 這些帽子恐怕去向成謎 帽子不說一般的簽名 咱們馬總統可是有求必應 這8年以來 平均每年都會有 2到3千位民眾 寄信到總統府 逃取簽名照 但隨著任期僵制 人數在近幾個月迅速暴增 甚至在4月創下 4517封的史上新高 是領區秋波也好 谷底拉升也罷 但纏身的官司 可不是灰灰衣袖 就能甩清 我對於我自己的清白有信心 我對於法院的公正有期待 是 不如法庭帶著笑臉 但光看這數字 兩年多達144件 一般人恐怕早已流淚 除了貪污洗錢選拔法 這些政治人物常見的基本款 馬總統就連社會案件 都能沾上邊 從竊盜到殺人 雖然多數都已牽結 不過也真的算是官司產生 引領台灣8年 歷經奮起谷底 毀慾參半 任期最後一天 馬英九堅守諾言 直到最後一刻沒有封鮮 謝忻雙掌聲 台報報導